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住的套房 简称油烟套房 首先我的窗户 就是打开就是墙壁 然后通常会传来的味道 就是只有油烟跟汽机车的废弃味 然后不止这个窗户 总共有三个窗户 这是第一个窗户 这算是好的窗户 好 第二个窗户 第二个窗户也是有油烟 然后房东就住在右下角左右 反正打开来 等一下他在切东西 他等一下就要住了 等一下油烟就会排山倒海的灌进来 然后我就会躲到另外一间 好 我们走去另外一间 另外一间这里 我最近发现他也有一个窗户 然后他也会传来油烟味 我开个灯 就是这个窗户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处理 就是在缝隙上面放一些塞一些不用过的口罩 或者是没有用过的 因为这个口罩他比较便宜 是剪一半然后塞到这个缝 因为我相信应该是这个缝灌进来的油烟味 会会比较重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多脏 然后我觉得脏的东西不只有灰尘 看起来还有那种油烟的垢 就觉得很可怕 然后我就塞满 塞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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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塞满的整个窗户的缝隙了 然后用完更多的口罩 我会塞更多在这些缝里面 就是塞好塞满的概念 然后这样的套房有多少钱呢 然后这个冰箱是我自己买的 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给你看一下里面放什么 这是过期的 但这不是我买的 所以就比较不痛不痒 然后要多少钱呢 一个月大概3200左右 但是有保水电 保网路 但是要忍受油烟 但是还有第二件 但是我现在发现第二件 也有油烟了 冰箱突然叫 反正就是 就是穷 反正 希望有一天 可以离开这里 拜拜